在防疫期间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调子 就是防疫这件事情 是高度的政治独裁的 是高度的就是说权力集中的 当政治独裁权力集中的时候 你就发现第一个 在野党是没有角色的 在防疫这件事情上面 在野党没有角色 第二个地方政府也没有什么角色 只有执政的 就是说现在的蔡英文政府 是有声音的 因为权力在他的手里面 防疫是高度行政独裁的事情 但是当他现在呢 现在民调跟声望可以维持 这不意外我们刚刚讲 因为这是他的舞台 他的场子 疫情出现的时候就是他的场子 那再加上民进党现在呢 他在做一种的政治操作 刚刚郑元兄也提到了 民进党在把过去四年的时间 所有的反中仇仇中 对两岸关系的破坏呢 都把它合理化说 幸好我们从2020上台了之后 一路呢就跟大陆呢对着干 所以呢现在呢 两岸的交流几乎全部中断 台湾人去大陆的少了 大陆人来台湾的更少 所以呢今天 大陆的疫情还没有严重的影响台湾 你看日本跟韩国如何如何 他把过去的 两岸之间的交流中断这件事情 借着这波的疫情把它合理化了 那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测试 就是看你疫情能不能守得住 疫情只要没有扩散 在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当中 疫情它就可以不断的自我催眠 也催眠老百姓说 疫情没有失控